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长国内洗脑教育无处不在 就连国际学生也难行免 一征元大国出宠权制裁 打得中共措手不及 同时近日中共派出新驻美大使执行任务 结果有章是怎样呢? 5月21日一架国泰航空编号为CX-987的航班上 一名顾客向空者索要一张无尖的时候 因为将毯子讲成地毯而遭到空者的嘲笑 最后该名乘客在大陆社交媒体上发文指控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段录音 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上讲为流传的录音显示 空者说 这段英文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会用英文说坦子 你就不能用 随后又有人说 地毯在地板上你随便用 另外又有网民指出话 起飞之后 有老人带小朋友去洗手间 空者用粤语广播话 安全讯号灯还未熄灭 请回到座位 之后向同事表示 他们听不懂人话了 由于相关事件引发的关注越来越大 23日国泰航空进行了公开道歉 行政总裁林兆波 随后也用普通话再次公开道歉 并表示依据公司的政策 三名涉事空者已被解雇 香港特首李家超 在广州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 主动回应事件说 这些言行伤害了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感情 破坏了香港一贯的尊重 有利 共用的文化和价值观 对此 他感到很悲愤失望 网络上也引起了热议 有不少网民露斥 这个是歧视行为 同样 官媒亦发文批评说 指大陆乘客是香港服务业的衣食父母 虽重拳整顿 不过 也有网民认为 录音中的对话 气氛轻松欢乐 听着好像是在开玩笑一样 具体的情况有待仔细调查公布 然而这件事持续在网络发酵 23日傍晚 有人在小红书发帖反击举报事件 以及录音的乘客 标题为 就CX987航班一事 代表全体机仓服务员 问候祖宗上下18代 发文者还怒对 一件小事令我们看透一大波玻璃心韭菜 讽刺录音者 不也是为了折靠的小人 还无此地玩偷录音 目前该账户疑此已注销 随着这件事的发酵 很多大陆人都在列举自己去香港被歧视的事件 其实我认为这也不能传怪他们 我们换个角度来想想就明白了 中共国安法让香港充满了红色恐怖 司法、新闻、言论自由都没有了 导致大量的香港人流浪到异国他乡 200万人上街的反送中 香港700多万人几乎每家都有人上街 无数香港人被捉被杀 离奇失踪甚至死亡 估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他们亦无法平等对待来自中共国的人 朋友们 你怎样看待这件事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 5月23日上午 武汉一群医护人员前往武汉市江汉区卫建委 要求还我抗疫血汉子 还我偏制 看似是本应该同情的受害者 没想到网友并不领情 有人说 可千万别同情这帮助纣为约的 主旨不用你门了 下去罢 曾经狂妄的大白 这样一看 就是当初中共画的大饼 没有实现 无奈大白们只能发起 过河拆桥革命了 还有网友说 中亚五角刚拿走了260亿 要不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门口去 我觉得 也不用去什么中亚大使馆 随便找哪个高校的非洲留学生谈一下 也能让这帮大白们 再发起一个什么其他的革命了 5月19日 两名来自光果金的非洲留学生 在街头受访的视频中表示 他们每个月的花费 是18000元人民币 当记者问他们 对中国的感觉是怎样的时候 他们一致回答 中国好 光果金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人均的GDP不到600元美金 这两个人到了中国 居然姚身一变都成了有钱人 讲到这里 有大陆网友气愤地表示 自己拼了老命 一个月下来都赚不到18000元 也有网友说 一个月能够花这么多钱 有些部门是不是应该反思了 还有很多网友嘲讽地说 中共政府拿人民的血汗钱 倒贴非洲留学生 要么是提供高额的奖学金 或者是降低入学的门权 要么是提供优于国内学生的生活条件 中共政府特殊对待外国留学生的做法 早已引起社会强烈的不满 根据中共教育部门公布的年度预算数据 2019年来华留学教育预算基金是39亿 20年爆发疫情之后略减为38亿 这种以提供巨额的奖学金保助 等吸引外国的留学生 来提高所谓的国际影响力的做法 厉害国可真是费尽心机 要我说有这份用心 还不如整顿一下中国的经济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说 在经历了廉厉的封锁措施之后 外界对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期待甚高 然而近期数据显示 期望与现实差距太大 更有著名的市场专家 洛克菲利国际集团董事长 夏尔玛在《金融时报》上赞文指出 中国的经济已经从根上烂透了 他举例说 华尔街认定国内生产总值GDP 每增长5% 公司营收就会增加8% 但实际情况是 今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只是增长1.5% 就是通过拼命借钱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 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 但现在依靠拼命借钱 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火车头的房地产行业 已经脱变成一场全行业危机 一个依赖刺激和借贷的增长模式 总是难以持续的 现在已经后续无力了 夏伊玛说 他还透露 在过去的四个月里 投资者在中国损失了几千亿美元 人们本来估计 中国经济的反弹 将会彌补美国经济的下滑 但这个反弹可能不会出现了 现在是时候 在最高高的情况发生之前 揭开这个假象了 他总结说 中国的经济已经难投了 但不要指望华尔街的分析师们 告知你这一切 近年来 大批英国知名学府 在中国开设国际学校 即使收取高昂学费 仍有不少的中国家长 趋之若无 然而有英国媒体发现 这些打着英国学府招牌的私校 却让学生接受中国式的洗脑教育 就比如这个视频里面 这名穿着小军服 朗诵着爱国师哥的幼儿园盟话 就读于英国的私立名校 蔡德伯学校 在中国福州合作开办的蔡德文学校 每年学费是20万元 最比喻 这些手持步枪和五星红旗 操住正部的国旗护卫队学生 他们不是正在接受军份的爱国青少年 而是就赌于英国克雷格工学 在武汉开办的康礼高级中学的国际学生 英国每日游报披露 不少英国知名学府在中国合作开办的高级私校 收取的国际学生的高昂学费 但在教育上却紧跟中共意识形态 根据研究国际学校的ISC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目前在中国营运的英国品牌的私校 约有77家 他们被要求使用中国官方批准的历史、地理 以及思想品德课教科书 比如历史课本教学生 祖国的统一大业 以及对港台的正确认识 地理课本称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是祖国的神圣领土 而思想品德教育课本 就形容中国共产党 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看到这里 我觉得真是悲哀 本英教育学生普世价值的国际学校 却被逼成为中共洗脑教育的帮凶 家长花了重金 让孩子接受相对正常的教育 却摆不掉孩子被荼毒的结果 女英华裔作家马健表示 自己很担心 这些外国的孩子被洗脑后 日后会成为中共在海外的代言人 同时 总部撤起伦敦的人权组织 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认为 即使是在中国办学 英国学府也应该好像在英国那样 教授学生言论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观 如果他们被中共政府逼令妥协 而必须跟从中共的教育模式 那就应该退出中国市场 同时 他们也很担心 这些英国学府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业务 或让中国合作方影响其决策后 长远甚至可能影响这些学府在英国本土的教育 23日日本政府正式出台半导体制造设备 出口管制措施 将先进的晶圆制造设备 等23个品类追加列入出口管理的管制对象 这项措施将在经过两个月的公告期后 在7月23日实行 日本这个动作 有专家分析说 一是落实1月27日美国、日本以及荷兰 在华盛顿达成的晶圆秘密协议 扩大针对中共的晶圆出口管制措施 二是挺美国巩固美日同盟关系 三是给中共一些颜色看看 不要不知好歹 与此同时 自上一任中共驻美大使秦刚 年初回北京担任外交部长之后 新大使一直未前来理新 因此相关人选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在23日 中共新任驻美大使谢峰已经抵达华盛顿 以调和跌至50年来最低点的美中关系 虽然说 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 也曾被考虑出任 但一些知情人士表示 华春莹因对外国批评者的尖酸回击 在国际上已经是臭名招绝 所以这次没有选用 相比之下 谢峰还是显得比较没那么刻薄 外界认为 中共的这个举动是为了淡化近年来 被人嫌弃战狼的外交风格 然而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 这个谢峰也不简单 同样有一些战狼记录 在担任中共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 公署特派员期间 谢峰曾经谴责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 外国对警察的批评 并将骚乱归咎于阴暗的外国势力 在孟晚舟事件中 操盘捉了两个加拿大人的负责人就是他 相信中共战狼们的这些行为 国际上日听说过 甚至是亲历过不少 对此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 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说 战狼外交在华盛顿不太受欢迎 如果谢峰更像是一名战狼 而不是问题解决者 我会感到非常惊讶 同样 网友对美中关系能顺利地调和 也不抱希望 有人说 没有什么可期待的 难道谢峰敢为了美国和习近平对着干吗? 也有网友说 聆讯世上有鬼 不信共匪人的嘴 谢峰大使的主要任务是断交 朋友们 你觉得谢峰的出现 会让美中关系有任何缓和吗?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转发给你的朋友 透视场国内外 戏说民生百态 朋友们 红魔盒和你下期再见